4个队长 其实这个4个队长也注意点身体 挺累的 然后大家也注意点身体 造起来就完事来消失吧 其实前面我觉得就是那个腰 特别好真的是惊讶到我了 其实我个人建议那个刀 其实到后面没有那么的顺 反而还给你加了一些负担 其实我认为就是 输赢不重要 重要就是做自己想做的 正好这次这阶 第四季有很多 这个国外的选手有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我就想说 玩一个中国独有的 原汁原味原创的 跟各个国际选手们交流一下 作为中国人就要玩自己的街舞 因为我也我也会 把很多不同的东西融合在我的舞台上 比如说 拉小提琴一边跳舞 我也会想很多办法要怎么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问题就是你跳了braking 然后你就停 然后你就玩刀 如果你这个时候可以想一个办法 怎么把这个刀融合在你的braking的一个动作的话 那就炸了 对你这个说对了 对 其实是这样 我这俩脚在彩排的时候 刚开始左脚上 然后我和你这个 左脚少用点 右脚多用点 然后等到回酒店的时候 这右脚一多用 右脚又摆 就现在等于俩脚全上 然后就把这个刀和braking结合的动作 就去掉了一部分 就是不敢做了 因为这个脚太疼了 但是我认为我还不能放弃 对 因为我认为就是我这个二十几年 从来没有过因为伤痛放弃舞台 我认为这是我对舞台的尊重 对 现在现在脚 现在脚还是伤 还是伤 对 就挺疼 大家给他一点鼓励 还是在伤 但是我觉得男人不能说不行 我不能说我不行 行不行 反正就造起来就白事了 没毛病老铁 乔治 那在离开这个舞台之前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对队长 对现场的选手们 对大家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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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队长也注意点身体挺累的 然后大家也注意点身体 然后大家也注意点身体 造起来就完事儿来消失我 然后 然后 自由风格吧 反正我挺自由的 加油 好 那 乔老师 有空咱们回来喝茶 再见 慢慢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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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本来还约好能够出好的东西 能够再出一些好的作品给到大家 可是 就觉得 还没开始 就怎么就没了 就结束了 就突然就觉得很孤独 就觉得 咋就 只剩我了 其实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舞者 他因为脚受伤了 然后没有发挥出他最好的状态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上台就回来 当然了 参加了的核心武器的队员都希望能够回来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 Ziko Ziko 我刚刚说一下吧 Holy Style 你看 Ziko很厉害 他自己有一个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格 他那个动作 你让你做 你都做不出来 你让我摆 我都估计我都摆不出来 哇呀 这世界很酷